著名粵語片雄生嘉寧日前在泰國住所離世 今日在當地出殯 按照以往泰國的喪禮一般會連續舉行7天 不過由於疫情關係縮短至3天 無線東張西望赴泰國直擊 兒子黃巴文到達後 先在母親的遺照前下跪祈禱 之後再與弟弟一起掛上嘉寧生前的照片 至此時嘉寧的子女紛紛怒出不捨之情 而黃巴文就隱一表示 我會不願意 希望再做一次好戰異 儀式結束後 由於嘉寧的丈夫行動不變 需要他人參乎下報出禮堂 隨後坐在輪椅搖望嘉寧的寧救被火化 神情愛上向至愛作最後道別